强嫩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3月16日 中共官方公布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全文 其中党的几个部分 新组建一个中央社会工作部 值得关注 而这个话题 在最近的油管博主中 也有很多人谈及 在本频道看来 这个部门令人联想到中共当年延安整风筑 制造红色恐怖的中央社会部 没错 在中共还未执掌政权的时候 在内部之间政权夺利的延安整风时期 就有了中央社会部 要不怎么说 习近平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传人 他的所有的改革 从本质来讲 都是在回归毛时代的政策 是真正的毛的传人 细思量之下 当下中共机构改革中 新成立的中央社会工作部 若要简称 其实可以直接用当年的中央社会部之名更合适 从官方通报的部门功能看 命名为中央社会工作部 官方似乎有意在回避了什么 据中共官方说明 中央社会工作部 工作内容涉及信房 党基层治理 还有统一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 行业协会商会 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 以及指导混合所有制企业 非公有制企业核心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 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 指导社会工作 人才队伍建设等 作为党中央职能部门 中央社会工作部 还统一领导国家信访局 国家信访局由国务院办公厅管理的 国家局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官方方案还指 中央社会工作部 作为中共中央的职能部门 统一领导国家信访局 指导信访工作 注重党建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等 原本有传闻指 中共会组建一个超级机构 中央内务委员会 整合公安 移民 户籍 交通 反恐 反间谍 甚至民政部的社会组织管理等功能 现在中央内务委员会组建 未有坐实 这个中央社会工作部 却能有一点对应 虽然没有牵涉公安和国安 却打着党建和基层治理的旗号 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特别是中共进一步伸手 向行业协会 商会 混合所有制企业 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 新就业群体 等等 要知道 近二十年间 中国社会成长起的中等收入群体 基本上是有知识 有技术的精英人士 许多还有海外留学经历 他们能沟通海内外 了解世界动向和中共政治内幕 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不愿意接受中共的洗脑 这个群体深度参与到了去年反精灵 反中共极权的白纸运动中 而在北京四通桥挂出反习横幅的彭仔州 本身就是有知识 有技术的精英人士 今年各种新社会组织 非公经济 行业协会 志愿者组织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吸纳了大量人群 所以他们的挡件工作非常重要 白纸运动对中共高层造成了极大冲击 庞大的中产群体与当局离心 这可能是当局急于建立一个中央社会部的原因 至于中央社会部同时也只管信访局 也并不是为了更好地解决访民的冤情 而是为了更好地掌握维稳信息 避免问题在不知情终失控 在中共一党专制之下 中共强化对相关机构的党的领导 其实是对党的干部们施以高压 就是强化公职人员的党性 勿求让他们的人性不能发挥 特别是现在新设的中央社会工作部 股名思义就是党管社会 他们的工作就是监控 审查社会上的每一个人 一定会一害无穷 举例 你不在机关 也不在国企 只在相对没人管的新经济组织里 但日后在一些内部论坛 一个酒吧的行业聚会中 也不敢随便发言了 因为背后有党的眼情在紧盯住 再进一步 可能还会发展到党管家庭 这会非常恐怖 中共新设的中央社会工作部 有了整肃功能 就很容易联想到中共建政前的中央社会部 中共建政前成立的中央社会部臭名昭著 该部1939年在延安成立 用来统一领导其地下工作 主要职责是有系统的清查内奸 和有计划的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 利用一切机会 一切可能打入敌人的内部 利用敌人内部 一切可能利用的人 这个机构明显有情报和统战功能 守法阴暗 具特务性质 当年的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是康生 康生极左且善于钻营 康七在毛泽东身边拍马跟随 且是撮合毛与江青婚事的中间人 他被指擅长整人 曾帮助毛泽东借发动延安整风 确立党内领导地位 当年延安大搞逼供新 经手制造红色恐怖的 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中央社会部 有研究指超过一万人在这场运动中死亡 那么现在建立的中央社会工作部 会由中南海哪个高官掌管呢 这也是值得重点分析的 从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开的定位看 主要涉及党界和所谓党军工作 应该就是由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主管 过去有人说当代康生是 之前分管意识形态的王沪宁 现在看来王沪宁够阴 但蔡奇才够狠 并且拍习的马屁更厉害 1955年12月生的蔡奇是福建游戏人 曾先后在福建和浙江成为习近平的部署 习任党会后 蔡奇秘密进入中共国安委办公室任副主任 后主政北京 中共二十大上 蔡奇入常并顶替了王沪宁的中央书记处 第一书记职位 分管意识形态 宣传和党建等 蔡奇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五 还有一连串头衔 中央深改委副主任 依法治国委副主任 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中央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 丁薛祥 在最近两会上担任常务副总理 以卸任中办主任职务 原来被猜测接手中办的公安部长王小红 也已升任国务委员 多家媒体报道 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蔡奇 相信会兼任中办主任 如此一来 中办的地位将升级 直逼汪东兴时代 蔡奇表中席极为出位 去年北京召开市党代会 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他发表讲话 对习极力送扬和吹捧 总书记 非凡的雄才大略 远见着实 和领袖芬芳 让我们深受感召 总书记 事业不改 事业观情的人民情怀 让我们深受教育 总书记既部署过河任务 又指导解决 桥货船问题 为我们提供了破解 各方面难题的金钥匙 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 首都工作每前进一步 金华大地的发展变化 都拟接着总书记的亲切关怀 和音音教会 只要有总书记定向 隐行 我们就有无穷的信心 无尽的力量 就能无往而不胜 蔡奇是中共文化大革命 混乱时期的工农兵学员 和喜一样 思想也受过文革毒害 他处事手法强硬 曾在2017年的大冬天 驱赶全城北京外来人口 所谓低端人口 引发争议 在网传的蔡奇内部会议谈话中 他谈到驱赶外来人员 就是真刀真枪 就是要刺刀剑红 就是要敢硬碰硬 这些都是责任之下解决的问题 到了基层 到了点上 那就是真刀真枪 就是要刺刀剑红 就是要敢硬碰硬 就是要解决问题 如果不是这种态度去 开端工作的话 那使到你 有一天你这个地盘上 你还要出这样的事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订阅本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资讯